一天一晤 我看过一个游戏 有点像猜拳游戏 这个游戏分成两组 每一组由个别两端来出发 途中相遇之后会进行猜拳 失败者要给对方让路 失败的这一组为了不让对方到达自己的起点 也就是对方的终点 就会派出第二名选手出发 再次跟对方相遇而且继续猜拳 双方相遇的时候会喊出石头剪刀布 当然这就是一种模式 石头剪刀布的其中一个游戏方式 人生就好像这个游戏一样 有胜有负 当双方相撞之前 其实或者可以考虑主动给对方让路 当自己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发生冲突的时候 如果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 结果往往并不能够如你所愿 胜者往往得意 败者总有不甘 但是如果你自己主动让路 多考虑对方的情况 自己的心情也会轻松 有没有听过别人说 你先请之类的话 其实主动对别人说 你先请 对方可能就会对下一个人说 你先请 这样的社会上 懂得谦让的人会越来越多 或者在跟别人在教力的时候 你的内心可以先试着对对方说 你先请 之后可能你会豁然一笑 有什么好争呢 赢了又如何 人跟人交往的时候 总想知道对方的心情 对方怎么看我 如果有人问我 你对我怎么看 我可能会问 你说呢 可能也会笑着告诉对方 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问 也是为了你自己 因为万一如果我说我不喜欢你的话 你会作何感想呢 姑且不说恋人之间 或者是艺人跟影迷之间 就算是普通朋友 过路的人 我们还是会特别在意别人 对自己的看法 原因在于 我们想听到别人说自己好 不想让人觉得自己不好 没有人想被别人讨厌 但是要记得 别人怎么看待你是别人的事 我们是无法控制别人的心的 而且为了控制别人 对自己的看法 很容易过度讨好 委屈自己 甚至会以你不喜欢的姿态 来引起别人的欢心 结果只会弄得自己更累 长大学的一件事就是 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当然 我们多少能够察觉到 他对我的想法 大概是这个范围的 但是我们要努力 让内心不受影响 他喜欢我 我也这样 他不喜欢我 我也是这样 不讨厌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讨厌 必须要在喜欢跟讨厌中 选一个的二元式的思维方式 会让我们的人生观变得僵硬 极度在于别人看法的人 请试着找自己想做的事 努力去做吧 一天一物 一天一物